第四十四集 银衡诧异扬眉 见薛臣神色平静 仿若当初在书院时 他点了点头 行吧 要后本宫等你 薛臣亲恩了一声 银衡转身去了皇子席见 跟其他人说笑起来时 周围那些朝臣看着薛臣时 便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瞻成东分明可以感觉到 周围那些人的热情之中 夹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等着脱身入席时 朝着身旁的薛臣就压低了声音 往日见你不是清高胆 对宫里头那些皇子都不加磁色 如今怎主动讨好永昭公主啊 薛臣说 我何时讨好 不过是替师母带掉东西 哼 你当我信你 瞻成东也败在乌扇门下 当初跟薛臣同事离开书院回京复考 他能不知道师母有没有让他们带什么东西吗 更何况 他们这都回京两个多月了 有什么东西不能叫人送去永昭公主府的 偏要选在现在亲自送啊 瞻成东跟薛臣互掐多年 二人平日里也各自看不顺眼 他阴阳怪气的 我可提醒你啊 这满京都都知道永昭公主的事情 他可不是寻常女子 你但凡珍惜你这六元吉地的好名声 就别跟他走得太近 他不智慧永昭公主肆意放荡的生活 可也绝不想让自己沾上那名声 薛臣浅笑 我知道 多谢詹师弟 詹成东瞬间翻了个白眼 谁是你师弟啊 我比你年长 琼琳眼红 银横并没有急着离开 他倒也没有掩饰跟薛臣说话的事 领着人便慢悠悠地走在出宫的永道上 周围有人朝这边窥看 银横早就熟悉了那些打量的眼神 一边享受着微醺的酒意 一边踩着月色跟身边男子朝外走着 师母让你给我带什么了 薛臣说 师母没让我带 只是刚才见公主不愿与我说话 所以寻个借口 银横扭头眉风轻条 见薛臣有些黯然的模样 像是在无声控诉她的疏远 她解释道 不是不愿跟你说话 而是朝中有不少碎嘴子的朝臣 你刚被清点状元 陛下又极为看重你 前程似锦 需要个好名声 你也知道我的那些事 朝里头那些个御史 没少谈何 你跟我人前走得太近 不是好事 她不避讳自己的事情 老师好不容易才交出你 这么个六元吉地的状元狼 我可不想让你那好名声 舍在我身上 薛臣瞧她眉眼微醺的模样 只平静地说 名声本是身外物 我若在意 当初书院之中 也不会与公主往来 况且前程似锦 靠的是本事 若只是旁人 闲言碎语几句 就伪顿不前 那也跟公主无关 是我自己无能 银横歪着头看她 当然 公主若嫌弃我身份低微 不配与您相交 便当我没说 银横见她认真的样子 过了许久笑了起来 你这人还真是 瞧着一本镇经 骨子里叛逆的不行啊 银横笑容肆意 可别后悔 银横本就不是一个 畏惧人言的人 薛辰自己不在意 他自然也不会 故意与其避嫌 二人本就性情相投 再加之薛辰入了 汉林院之后 也算是朝中之人 银横偶尔与他谈及正事 发现他所思所想 竟是意外地与自己契合 甚至很多事情 自己哪怕不用开口 薛辰都能跟他 有不谋而合的默契 银横很少能遇见 与他想法这般相似的人 哪怕是安国公 和四叔燕王也做不到 他带薛辰更清静了几分 将其引为挚友 甚至于很多事情 都会寻他商议 薛辰隔三差五的 会去永昭公主府一趟 偶尔也会有人看到 永昭公主与他一起外出 外间关于两人的谣言 自然也浮了出来 说得好听的 是薛辰得了 永昭公主青眼 得了他另眼相看 说得不好听的 便是薛辰出卖颜色 拿他当作永昭公主后院 那些男子相比 原本只是一些小人之眼 朝中其他人 不怎么放在心上 可短短两年时间 薛辰一路从七品汉林 连月竖节 以二十出头的年纪 直接入了宫部 成了从五品上的 鱼布郎中 那平步青云的架势 拍马都赶不上了 就连朝中的一些人 也开始嘀咕起来 外头的流言更是喧嚣 薛家那边 率先坐不住了 将薛辰喊回府中 便是一顿教训 而替薛辰说清的事情 也重新提了起来 薛辰没等府中人 将话说完就冷声打断 我早就说过了 我的婚事 不用祖母操心 薛老夫人气急 你不用我们操心 那你倒是正正经经地 找个合适的 你这般跟着 永昭公主 进进出出的 难不成 还真想像是 外头说的那样 做了永昭公主府的 难宠不成 薛家众人聚集在前院 一副三堂会审的架势 我说廷安的 这事情你可不能任性啊 你不知道外头的人 说的有多难听啊 那些流言 简直不堪入口啊 就是啊 我这老头子 都听说了不少了 薛家分了好几房 族中又足劳长辈 其中有些是 以劳卖劳 可也不乏有真心 为这薛辰好的 他们薛家 好不容易才出来 两根好苗子 薛青眼瞅着前程不错 薛辰更慎一筹 怎能毁在这男女 风月艳势之上 有人苦口婆心 你再朝为官 该好生护着 你自己的名声 那永昭公主臭名在外 你怎能跟她私婚 况且你也到了 该说今的年纪 你祖母也是为了你好 薛辰皱眉 叔公 我已经说过了 我想先好好替陛下做事 婚事 过几年再说 第四十五期 过几年 你今年都二十一了 还想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 你都什么岁数了 薛老夫人说道 我和你伯父 已经替你瞧好了 宋阁老家的三姑娘 与你甚是般配 宋阁老对你也颇为喜爱 他们主动提起 想要与咱们成两性之好 等到明日 我便去替你提亲 将这桩婚事定下来 薛辰的心里已生出不耐 脸上冷了下来 我说过了 我不想成亲 你们若去擅自提亲 即使无人出面应尘丢了颜面 可别怪我 薛辰 薛老夫人震怒 薛家大爷 也是忍不住沉了脸 那宋家你有何不满 宋三姑娘温柔懂事 宋家更是萧和险足 那宋阁老将来 更是能在朝中助你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 是不需要 还是不舍得永昭公主 薛家二公子薛永 冷不防地出生 外头人都说六帝 这六元吉地的状元 是靠着永昭公主的 十六群得来的 说你出卖男色 才能得宠圣前 短短两年就平步青云 进了公布 六帝不觉得 难听也要顾念顾念 咱们薛家其他人 莫不是还真钻进了 永昭公主的十六群 连礼仪廉耻都不想要 哼 薛永的话还没有说完 薛辰就冷不防一脚 踹在他身上 愣是将人踹翻在地 薛辰冷声道 我的事再难听 也没你当初让小二嫂 大着肚子上门来的难听 满嘴的乌言晦语 再敢伤及公主清玉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伤她清玉 她有清玉可言吗 她夜夜生肖 养着满屋子的男人 指不定这会儿 在谁身下承欢 你 哗啦 一盏茶水当头泼下 薛辰一巴掌就甩在薛永脸上 抬脚踹在他下颚 向人打得惨叫出声 薛辰 薛老夫人猛地一拍桌子怒吓出声 你发什么疯 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 尊长 您是尊长 您就这么看着薛永胡说八道 还是您这祖母的威严 只对着我 薛老夫人急怒之下 一巴掌扇在了薛辰脸上 不肖的东西 薛辰被打得侧过头去 抵着底舌尖 冷眼看向薛老夫人 薛老夫人怒声道 我告诉你 我是你祖母 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那宋家的亲事 已经说定了 只差上门提亲 那宋三姑娘 你娶也得娶 不娶也得娶 薛辰诞声道 那您便自己去娶吧 你 我把话放在这里 我薛辰娶不娶妻 沉不成婚 我自己说了算 你们谁也别来打我婚事的主意 更别想着让我替薛家攀什么高枝 那宋家 你们最好消停下来 别去做不该做的 否则撕破脸皮 别怪我不念亲情 你 薛老夫人气得脸皮子泛青 狠狠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薛辰硬瘦了一下 这才转身朝外走 薛老夫人怒道 你个不孝的逆子 你走 你走了以后 就别再回来 我薛家 我薛家没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东西 薛辰脚下顿了一顿 扭头说 祖母最好说到做到 停安 眼见薛辰大步离开 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薛家那些祖老都是急了起来 几人连忙上前就想拦着薛辰 却被薛老夫人叫住 不准拦她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不孝尊长的东西 她往后还怎么再朝围观 薛辰像是压根儿没有听到身后的话一样 大步流行转瞬就没了踪影 薛老夫人被气得眼前反黑 可笃定了薛辰不敢落下一个不孝之名 觉得这一次要是压不住她 往后还怎没有长辈威严 可谁知道过了片刻之后 就听说薛辰直接出了府门 她气得猛拍了桌子怒骂不止 薛家其他人都是面面相去的 这薛辰还真的走了呀 大半夜的 她能去哪儿 四叔你说薛辰被撵出了薛家 迎恒听闻薛家的事情 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 倒不是她不关心薛辰 而是她恰巧出城一趟去了营中 回来才听说了薛家的事情 燕王营从章说 都好几天的事了 听说薛辰不知道做了什么 触怒了那位薛老夫人 被薛老夫人打了几巴掌 连脸皮都差点破了像 还被连夜撵出了薛家 迎恒闻言 脸上顿时一沉 这消息哪儿来的 那个薛家老二吧 这几日外头传得沸沸扬扬 说薛辰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那个薛家老二更是逢人就说 薛辰忤逆尊长 连朝里头御史都有弹劾 燕衡拧着眉毛 薛辰呢 燕王说道 住在月来楼吧 哎 阿恒 你干嘛去 这才刚回来 去月来咯 哎 燕王刚想江人叫住 那头银横就已经领着云才 大步离开 他瞧着自家侄女 风风火火的样子 忍不住嘀咕 不是说只是朋友吗 这未免也太上心了点 我这半个月没瞧见他人了 一回来就朝外跑 旁边的隋从说 公主与薛大人关系好 自然担心的 燕王翻了个白眼 什么关系好 不就是那小子长得好看了点 关系再好 能有本王跟阿恒好 随从无语 燕王瞪眼 问你话呢 阿恒在乎本王 还是在乎那个薛辰 随从默了默 当然在乎王爷 有多在乎 很在乎 那当然 本王可是阿恒最亲近的四叔 燕王心满意足 那薛辰是个什么东西啊 哪能比得上他呢 第四十六集 随从见自家王爷亲亨的模样 抽了抽嘴角 孤寡养大女儿的老父亲 惹不起 银恒在月来楼里 见到薛辰的时候 他脸上的红肿已经消退了 指甲边还有两道极深的指甲 留下的划痕 足可见当时动手打他的人 用了多大的力气 薛辰见到他来时 还有些意外 公主怎么来了 你说本宫怎么来了 银恒走到镜前 看着他脸上的伤旧神色阴沉 你是蠢的不成 又不是没薛伸手 平日里挺机灵的 怎么就这次人家打你 你就受着 薛辰明明唇 到底是我祖母 本宫可没见过这动手 就像毁人容貌的祖母 那么好看的一张脸 那两道花痕 就跟在完美无缺的画布上 泼了墨一样 险些毁了整幅画啊 他忍不住就生了力气 你静着他 他可没半点怜惜你的 你不知道外头的人 怎么说你的 忤逆不孝他们都敢胡说 真是想毁了你 薛辰见他怒气勃然的样子 心中欲贴 没那么严重 只是薛勇胡言了几句 他那张嘴就该抽烂了 银衡冷声道 薛辰失笑 好了 他就是那么个人 公主跟他计较 岂不是给了他颜面 哼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银衡让云栽取了商药过来 递给薛辰之后 见他随意糊弄涂了两下 他索性自己夺了过来 将人按在凳子上 一边涂药一边说 你说说你 你这张脸就是拿整个薛家都换不回来 要是毁了 简直就是暴天天物 他指尖弄了一些御荣膏敷在薛辰商上 小心涂抹开后就嘀咕 你说你 也不是个蠢的呀 怎能叫他们逼到这份上呢 这月来楼 这月来楼 虽说是京中不错的客栈 可薛辰又不是个富贵的 住的不过是弟子浩间 里面顶多也只能算是干净整洁 可空间是狭窄逼人 眼下又临近冬至 只是进来坐一会儿 就可以感觉到屋里头渗人的冷 你就没想过从薛家搬出来 薛辰看着静在咫尺的人有些走神 眼睛落在他开河的嘴唇上 那薛家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老老少少眼睛都盯着你 反正这次也闹翻了 索性不如趁机搬出来 省得他们回头折腾你 银横仔细地替他涂着药 我记得你大哥明年就该回京了 到时候他带着你嫂嫂和侄女回来 这京中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不如先寻出宅子 等他们回来便能和你一起住着 他说着说着感觉越发地有道理 只是身前这人一直没有回应 他低头一看 就瞧见薛辰像是在走神 薛辰 银横朝他眼前晃了两下 想什么呢 薛辰恍惚了一下 捶了捶眼帘摇摇头 薛家那头已经四处说我忤逆了 我要是这个时候再搬出来 做出与他们决裂的姿态 下次说我不笑的 恐怕就不是薛勇 而是我那祖母了 银横想起那位薛老夫人 这两年做的事情 就直皱眉头 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这次闹得这么严重 薛辰低声道 他们想让我 与宋阁老府中的三小姐定亲 宋阁老 银横眉心皱得更紧了 那个宋根 跟五皇子迎月不明不白的 暗地里没少想要 搏个从龙之功 经上正值壮年 最忌讳的就是这些事情 旁人避着都来不及呢 偏薛家脑子进水了 自己朝这里头搅和 薛辰说 我不愿这么轻视 也不想搅和进五皇子 他们那些野心里 可祖母他们擅自答应了宋家 两相争执起来 就闹成了这样 银横忍不住说 那你总不能一直住在客栈里啊 也没事啊 这里挺好的 银横没好气的 好什么好 这还没下雪就冷得人质哆嗦 等回头下起雪 就你这身板能扛得住吗 我在城南有处别院 里头还空着 你先去住着 薛辰摇摇头 不去了 公布在城东 每日上朝也得早起 城南离得太远 而且公主的别院都大着 我一个人住着太空了 倒不如这月来楼的好 人来人往的还热闹 咳咳咳咳咳 他说着说着 突然咳了两声 银横瞬间皱眉 那去买出宅子 薛辰失笑 公主啊 我月凤不过那点银子 这京中宅子可不便宜 您是想叫我往后都吃康燕菜吗 剑银横瞪了他一眼 薛辰仿若玩笑似的说 公主要是真看不过眼 反正你那公主府大得很 不如让我暂住几日 薛家那被赶出府的薛辰 住进了永昭公主府 惹得满京城沸腾 薛家老夫人气个扬岛不说 薛家其他人也是难以置信 觉得薛辰是不是真的脑子出了问题了 外头已经将他跟永昭公主传的那般难听 他居然还索性搬进了永昭公主府 他是真的不想要名声了 常乐长公主上上下下看着永昏 旁边燕王和安国公也是满脸怀疑 永昏捂着头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有话就说 常乐长公主问道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薛辰搬进公主府里 不是搬进来 就是赞助 那有什么区别 在外人眼里 就是他住进了你的后宅 殷王满脸不高兴地问 你该不会真像是外头所说的那样 为薛辰那张脸破了戒 将后院扩充到了朝堂上 银横满是无力 四叔 你说什么呢 外头的人胡说八道 您怎么也跟着起哄 第四十七集 那你倒是说说 你干嘛让薛辰住进你的府里 银横无脸 别问 问就是色迷心窍 脑子瘸了 那天去月来楼里找薛辰的时候 他瞧见薛辰住在客栈里甚是可怜 原指秉承着好友的关怀 想着替他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 可后来薛辰玩笑式地说让他收留几日 也说他府中并非没有府官 就当多了一个可以帮他谋事的幕僚 随意找一个地方让他暂住就行 他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被薛辰那张俊脸一晃 脑子一瘸 居然就答应了下来 等将人带回府中 想要反悔时 薛辰就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到了嘴边想要让薛辰换个地儿住的话 又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银衡深深地叹了口气 美色误人哪 安国公瞧着无言以对的银衡 忍不住说 你对薛辰到底什么想法 他可不是你后院那些莺莺艳艳 该不会你真的瞧上他了 才借着人家被撵出薛家的机会 将人弄进府里来吧 银衡无奈 嗯 姑父 你想什么呢 我像是那么丧尽天良的人吗 我跟薛辰清清白白 就只是知己而已 我顶多就是喜欢瞧瞧他的脸 扬扬眼 对天发誓啊 我从来没对他有什么歪心思 再说 任薛辰对我也只是好友而已 平日里守着规矩 没月雷池半步 哼 哪就你们心眼那么脏 动不动就是男女之情 他柔了柔没心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他也对我没心思 燕王几个人闻言都是有些怀疑 银衡对那个薛辰或许真的没有什么心思 可薛辰对银衡呢 他当真没有半点心思吗 银衡很快就被打了脸 自从薛辰搬进了公主府之后 外头谣言传得越发的厉害 薛辰像是完全不知依旧顾我 每日出入公主府 按时上朝 照常做事 哪怕外界流言滔天 他也没有半点想要搬出去的打算 银衡刚开始 还想着替他寻出宅子 可说了两次 每次薛辰都是说 公主不愿收留我了 生政不怕影子邪 公主难不成还聚这些流言 见他说的一本震惊 银衡倒是也索性随他去了 反正他自认自己跟薛辰清清白白的 没有什么不可见人 就当是朋友落难府里住上几日 难不成还能少块肉啊 可后来 薛辰从外院搬进了内院 又从最初只在公主府外间走动 到后来可以自由出入他的书房 连带着银衡自己都没有察觉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后院那些人了 每日早起上朝二人同路 下朝后薛辰总可以找各种理由寻他 等银衡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不对时 还是那日晚膳时 云灾偶尔的一句话 薛大人还没回来 公主可要等他一起用膳 银衡用水洗手 愣了一下 为什么等他 云灾下意识地回道 公主这段时间一直都与薛大人一起啊 您昨个还交代奴婢 薛大人口味淡 让厨房备些清淡的饭菜 银衡神色变化 云灾 薛辰来府里多久了 快两个月了吧 本宫多久没去后院了 云灾愣住 隐约瞧出自家公主脸色不对 声音放低了几分 薛大人来了之后 您就没有去过了 阿月他们没找本宫 阿月是银衡先前最喜欢的公子 模样精致 性子乖巧 弹得一手好情又善解人意 云灾低声道 倒是来过两次 可是都遇上公主跟薛大人在一起 这公主府后院 旁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 云灾却是清楚的 除了那几个以面首之名 留在后院保护公主的人 其他那些男子 与其说是公主的面首 倒不如说是公主 瞧着他们身世可怜 捡回来给他们一个容身之所 如家道中落 险些入了南瓜馆的岳公子 再如当初公主剿匪救回来的安公子 公主会给他们安身立命之所 他们也都是自愿伺候公主 公主先前的确是有垂性 可那不过就是游戏人间 借着他们安抚宫中内未的心 也为了让自己不由软肋 保住先主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可要论真情 却是没有多少的 公主照顾后院的那些人 给他们想要的 后院的那些公子 也都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吵不闹 薛大人进府之后 公主便大多时间与他一起 二人或聊正事 或是闲聊 有时候大半夜还在独处 后院的那些公子久不见公主 的确也来问过几次 可几乎每一次都撞上公主 跟薛大人在一起 所有人都默契地以为 公主要为薛大人收了心 时间长了 他们便也不再问了 只继续守在后院 过自己的日子 银横听着云栽的话 心里头沉了一些 细想着进来的事情 隐约察觉出不对劲来 朝中与田地之事改革 触及不少人的利益 薛臣忙得脚不沾地的 见货还得应付那些 难缠的勋爵显贵 等他察觉到 银横与他疏远时 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 他且连三日回府 都没有见到银横 甚至就连朝堂之上 两人几乎也很少碰面 阿奈 公主呢 薛臣入了书房 却不见银横身影 循着银横身边的婢女问道 阿奈跟云栽一样 四游又跟在银横身边 他文言只是恭敬道 公主在月公子房里 他看了一眼天色 眼下天都已经黑了 公主今夜怕是要歇在府月月 歇大人 是有要事要寻公主吗 您若是有要事 不如告诉奴婢 奴婢替您通传 亦或是等明日公主起身时 您再寻她 第四十八集 薛臣原本带孝的眸子 弧度缓缓地低了下来 明明半思怒涩也不见 可淡红嘴唇轻敏时 任谁都能察觉到她心情不悦 我有要事寻公主 阿奈伸手挡住了薛臣 薛大人 天色已晚 朝中正事 耽误不得 薛臣静静看着阿奈 阿奈想起公主吩咐 忍不住无声地轻叹了一声 那薛大人随奴婢来 雍昭公主府极大 当初圣上或是为了彰显 对先主遗孤的照服 也或许是为了取姓先帝 以及阴王他们 这公主府光是后宅 便可以顶得上 寻常亲王整个府邸 银行联系后院之人 樊入府的几乎都有各自小院 而其中服月院 便是银行替月公子亲自选的 月公子家呀在西南 又有一些异族血统 公主怕她在府中居住不适 便寻了人特地照着她家乡的模样 改了府月院中陈设 还因为月公子喜欢抚琴 说她人如清月 特地将她住途 放在了摘星楼旁边 逢新月通明时 正好能入阁中抚琴赏月 这府月院的牌子 还是公主十六岁生辰时 亲自写的 那会儿公主的自己 便已有如今风华了 阿奈领着薛臣 朝着后院走时 指着路边两处小院说 这七子堂和清零阁 是安公子和云公子的住处 他们一个会舞 舞得一首好剑 一个有一把好嗓子 最得公主喜欢 薛臣虽住在公主府中两个月 可说到底 不曾跟她后院那些公子 有什么交集 她是知晓银横后院中 豢养着无数男宠 可从未像是现在这般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等到了扶月院外 仰头看着扁额上的游龙 奉走的抚月儿子 听着里头传出的 私竹琴悦之声 她嘴角抿得更紧了一些 阿奈进去通传 过了一会儿便让薛臣进去 薛臣大步入内 瞧见的便是发际松散 穿着紫色云纱的银横 不似平日一身艳丽红裙 肆意张扬 此时的她一惊微松 沙衣鞋挂在肩头 仿佛是饮了酒 眉眼少了锋芒多了艳色 两颊仿佛染了胭脂 带着红韵 乌黑长发垂落在身后 她赤着脚 倚在一身白衣 清冷如月的男子怀里 几乎半个身子都靠在她身上 露出了半截胳膊 白的晃眼 银横身后的男人乌发垂落 两人发丝交缠 暧昧气息萦绕在彼此之间 屋中还有两个男子 也剧都是长着一部好模样 瞧见薛臣进来 银横身后那人说道 薛大人既然来寻公主 那我们先下去了 下去做什么 银横拉着南门月的袖子 懒洋洋地说 你那新曲儿 本宫才听了一半 你走了 谁给本宫弹曲啊 你这一首好情意 可是比宫里头那些乐师 都要弹得好呢 南门月言语轻柔 公主若是喜欢 我下次再谱些心的 阿月这般贴心 本宫当然喜欢了 银横扭头朝她嘴角上 就清了一口 在那冷清公子面染瑕色时 笑着坐起身来 拉着滑落尖头的沙衣 视角就想下地 却被南门月给拦住 天有些凉了 公主先穿鞋袜 她起身便蹲在银横的身前 拿着银袜替她穿上 银横悬着脚 踩在她膝上任由她折腾 面上朝着薛臣问 薛郎中 你这大半夜的 非得让阿奈带你过来 说吧 有什么要事啊 薛臣目光定定的 看她被人握着的 白皙脚踝上 抿了抿唇 是有些屯田的事情 想与公主商议 可别 银横摆摆手 那改良田制的事 是公布的差事 先前皇叔已经下旨 也有了决断 将这事交给了陈吟 让你辅助 再不计 还有胡志仪呢 你要是有什么事 不明辩的 也该去找他们商议 本宫要是插手多了 回头皇叔 又该多心了 薛臣抬眼看着他 银横笑着说 你可别看着本宫 看本宫 也没辙 朝廷里的事情 你该明白 本宫有些东西 是不能碰的 你我虽有交情 可本宫 也不会为你破例 薛臣全心微紧 几日前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也从不是会为了皇帝忌惮便不管这些的人 银横看着他紧绷起来的下颚 杨梅说 还有事吗 没有 银横顿笑 那你还不走 他玩笑似的说 这凉宵美景的 你可别打扰本宫享乐 薛臣紧紧握着全心起身时 银横在他身后说 对了 本宫替你寻了出院子 里头也都收拾好了 那地方离宫部就一条巷子 去宫里头也不远 等明儿个让云灾他们帮你收拾收拾 早些搬过去吧 薛臣猛地回头 公主是要赶我走 银横威侧着头看着他 你是公部郎中 是皇叔看中的新贵 这次屯田之事若是办好 陈吟那原府之位稳了 你在公部的位置 怕是也能再往上挪一挪 你总不能一直都住在本宫府上 若真因为的那些流言肥语 阻了前程 本宫可就是罪人了 我不在乎啊 可本宫在乎 银横打断薛臣的话 抬眼看着他 本宫是喜欢美人 可只喜欢乖巧无害的 喜欢能留在后宅伺候本宫的 你我二人虽然交情好 但本宫对你又没什么想法 你总不能叫本宫 白白为着你背上个染指朝臣的恶名吧 况且你该明白 你若是想要朝上走 就该好好珍惜你自己的羽毛 你往后还要娶妻生子 老朱在本宫府里像是什么样子 回头真吓得那些个小姑娘 每一个敢靠近你的 你可就孤独终老了 第四十九集 本宫可不干这种丧良心的事 银横他笑容盈眼 看似玩笑 可每一句都让薛臣兴朗几分 银横说道 本宫知道你眼光高 那薛家提的婚事你若是不想要 京中多的是好姑娘 等回头若有桥上的 跟本宫说上一声 本宫替你去宫里头讨个赐婚 保准叫你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薛臣看着眼前笑应应的女子 只觉得一股玉气聚集在心头 她沉声打断了她的话 不必了 我心愿 薛臣 银横没等她说完 就抬眼 你是聪明人 别叫本宫为难 薛臣到了嘴边的话瞬间僵住 银横眼中笑一散去 神色淡漠地看着她 本宫喜好难色 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满园圣景 你的前程在朝堂 以你之能将来必能入阁拜相 别折在不该折的地方 她说完之后 微垂眼帘 天色晚了 回去吧 明日让云灾送你去薛宅 薛臣手中握得极紧 下额崩起来时牙根都隐约看见了血性 脸上也应银横的那些化而湿了颜色 可无论她看多久 对面的人都只是神色淡漠 仿若这段时间的清静都是假的 她喉尖生疼 云灾有些不忍地上前低声道 薛大人 奴婢送您出去吧 薛臣转身就走 公主 薛大人好像很难过 一时难过罢了 过两日就好了 可薛大人 提她做什么 本宫对她又无意 何必无人无几 薛臣隐约能够听到身后 银横与那岳公子说话的声音 站在院中 还能瞧见屋中灯烛的光落在门窗之上 那窗灵后 银横攀着那个清俊男子便清了上去 薛大人 薛臣唇上都咬出血来了 死死看着窗扇之后 无论云灾怎么说 她都不肯离开 而屋中南门月将银横抱到榻上 原本就想起身 你去哪儿 南门月低声道 薛大人已经出去了 他出去他的 干本宫什么事 他拉着模样俊美的男人靠了过去 你不是还要给本宫弹曲吗 那我去拿琴 拿什么琴啊 这样谈便是 公主 屋中隐约有声音流泄而出 云灾就那么看着身旁的薛臣 像是石柱似的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脸上血色退了个干净 银横虽有故意做给薛臣看的意思 可同样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他是真真切切地享受了一夜 更是夜夜照幸 身边从未缺过伺候之人 他不想叫薛臣将心思放在自己身上 也想着以薛臣的性子 看着温雅实则傲气 骨子里也不是那种会委屈求全的人 先前薛臣只是偶有听闻自己的那些事迹 从未亲眼见过自己声名狼藉的一面 如今瞧了 那点心思怕就能够散了个干净 说不定还会对他心生厌恶 可谁想那之后数日 薛臣虽未曾见他 却依旧留在公主府里 问云灾 云灾便说 薛大人他不肯走 银行皱眉 薛大人不要您给他的宅子 也不准人进他的住处 奴婢却说过两次 他都未曾理会 云灾顿了顿 公主 嗯 可要奴婢带人送薛大人出府 银行没有想到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薛臣还是不肯走 他眉心都皱了起来 陈生说 替他办 把人撵出去 是 云灾领命就朝外走 可还没出门前就被银行给叫住了 等等 回来 银行脸上有忍不住的恼怒 眼里也是染着火气 难得的低骂一声 这魂窮 这个薛廷安 是吃准了自己舍不得他这张脸是不是啊 眼下公布办着屯田改制的事情 薛臣本就树敌无数 为着推行行政 得罪了一大帮子勋贵事强 那陈颖有陈家撑着 胡志宜有皇帝在后 可薛臣什么都没有 要不是他还住在公主府里 满朝的人都知道他们关系暧昧 也知他护短不敢动手 薛臣怕是早就被人招了麻袋给沉了河了 早前说薛臣跟他私混 外头流言蜚语虽多 可好歹顾忌着他不敢如何 但是他这会儿 要是真叫人将薛臣给撵出符 那些指着薛臣说他抱着公主十六群朝上爬的人 非得落井下石活埋了他不可 啊 公主 云灾迟疑 薛大人那边 别管他 他也待着就待着吧 云灾看着自家主子双眼又闹又怒 还偏不愿伤了薛臣的样子 迟疑了片刻才忍不住说 其实公主您挺在于薛大人的 他跟着公主多年 从公主十五岁挑选第一个男人开始 这永章府后院里就从未少过 公主游戏人间 对后院所有公子都是一样的体贴 可这种体贴跟对薛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薛臣入府之后 公主准他随意进出书房 准他在府中任意走动 朝中的事情 公主愿意和薛臣商议 就连以前只与安国公和殷王爷说的话 也偶尔会跟薛臣提起 两人能够对异一宿 能平民赏景 就连公主外出时瞧尽好看的簪子 也能惦记着给薛臣戴上一只 这两个月 薛臣在府里住着 人人都看得出来公主戴他的不同 先前岳公子他们之所以避嫌 那也都是因为公主戴薛臣的特书 而这本特书 或许连公主自己也从未留意过 银横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云斋小心翼翼地说 公主对薛大人 是有那么一点喜欢的吧 银横看了他一眼 云斋联蒙闭遂 银横走到秋千架下 扯着秋千绳荡了一会儿 心里头那些怒气散了后 他才仿佛回答云斋先前的问题 一样开口说 薛臣长得好 性子好 有能力人也出众 他几乎处处都长在了 本宫喜欢的点上 本宫对他有好感 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坐在秋千上 双脚轻点着地面 那秋千停下来 本宫要只是寻常女子 肯定哭着闹着死缠烂打 也要跟他在一起 可本宫不是 当初黄祖父去之前 给了银横选择 也给了他去过普通贵女生活的机会 使他自己舍去了去当一个处处有人照付尊贵安稳的公主 选择了今日这条路 他躺着荆棘走到了今日 身后牵扯了太多的人 他绝不可能放弃一切 再像是寻常女子一样去过这一生 银横想起当初爹爹宙事 黄祖父伤情之下 临终之前跟他说的那番话 他拉着秋千的绳结说 本宫不可能舍了现在的一切 嫁与他为妻 他也不可能舍了朝堂仕途 进本宫后宅 薛臣对他的那些喜欢 多是因为他与寻常女子的不同 也是因为他从未见过与自己一样的女子 若是他也与其他女子一样 穿着裙衫 留于后宅 日日操心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薛臣的喜欢能持续多久呢 同理 银横喜欢的 是那个立于朝堂 清冷金贵 骄傲自信的薛廷安 若他真的进了公主府后院 如那些男人一样 只围着跟女人团团转 哪怕这个女人是自己 那他也不会喜欢的 云灾听着银横的话 忍不住道 也未必要嫁娶啊 大不了就这么处着 人的欲望是无尽的 没在一起时 只想着在一起 在一起后 就想着要独占和永远 办公给不了他 何必耽误他呢 可是您又没问过薛大人 银横腻了云灾一眼 你今日的话格外多 云灾倒也不怕他 只低声毒脑 奴婢只是觉得 薛大人挺可怜的 银横脚尖踩着地面用力一蹬 秋千就晃了起来 有什么好可怜的 他本就是没有良心的人 这世间女子千千万 再浓烈的喜欢 也总有消退的时候 等时间久了 看多了他肆意难色的模样 薛臣总会知道 他们是不合适的 到时候 他好好当他的薛大人 寻一个好人家的姑娘 成亲生子 过他的安稳人生 何必要跟自己 搅和在一起呢 公主府里头的事情 外头的人甚少知道 薛臣不说 银横不说 没人知道 他们二人之间有过什么 银横冷淡了薛臣数日 原是想将人击走 可见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椅子 也没有追着他百般纠缠 做一些让彼此难堪的事情 银横便也随了他去了 公主府让他住着 寻常再见到他时 也依旧是如先前模样 除了不在那般 平凡地与他独处 隔三差五宿在 后宅的那些人房中 其他无论在宫中还是朝中 对薛臣都没有什么分别 薛臣那边待他也一如既往 偶尔见面神色平和 说话言语间也未曾有过失态之处 就好像那天险西脱口而出 说星月他的事情 从未发生过一样 就这么相安无事过了几个月 屯田改制的事情 到底还是出了意外 薛臣跟陈颖外出 查看京郊农田时遭了意外 连带着得了消息赶去的银横一起 三人被追杀时 银横护着陈颖 薛臣护着银横 再加上云灾 阿奈几个护卫 等好不容易甩掉了追兵 寻了一处隐秘之地藏身 跟来的护卫只剩下永昭府两三人 所有人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 银横纯色发白 扯了一节衣袖绑住了流血的胳膊 这些人早有计划 今日怕是不抓住我们 不会罢休 陈颖还是头一次被人追杀到险些丢命 她说话时声音有些陡 哎 永昭公主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银横靠坐在地上 本宫刚才看过地形 从这里往西石森林 往南边有一条水路 沿着走过去 能直接到京郊寺营 本宫等一下会引着那些人 朝林中继续走 云灾 你跟傅全送薛大人和元府 去找朗柯 不行 薛臣想都没想就拒绝 他沉生道 我跟你一起 银横皱眉刚想说话 薛臣就说 这些人的目标 是我跟元府 这次田地改制 动了他们的利益 且我又查到了一些 不该查到的东西 他们不会让我跑了 我要是跟着元府一起走 他们恐怕会直接转道 薛臣要是说什么 同生共死的话 银横会忍不住骂人 可他这么说 却叫银横没有办法反驳 那些人显然是冲着薛臣 跟陈引来的 最重要的就是薛臣 银横要是去引人 未必有用 他只想了片刻就果断说 行 那你跟我一起 他朝着云灾道 你和父权护好了元府 等见到朗科 立刻带人来救我们 银横不是猛汉 也不觉得凭他们两个 能应付得了漫山遍野的人 这山里头虽大 可早晚会被人找上来 如若所有人一起逃走 那目标太大了 且一旦被人追上 根本就走不出这深山 他们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分头行动 他这边拖住那些人 云灾带着陈颖去外间求援 再带人过来 本宫会尽量多拖延些时间 你们护好了元府 云灾虽然担心银横 却也知道这不是废话的时候 他重重点头 奴婢会尽快回来 公主要当心 他朝着一旁的阿奈道 阿奈 你保护好公主 阿奈坚定地说 好 身后追兵还在 银横休息了片刻 等缓过契旧和薛臣 阿奈 以及另外一个侍卫一起离开 几个人离开藏身之地 一段距离之后 才故意布置出一些痕迹 那些人果然朝着他们追了过来 而这头云灾领着陈颖 直到那些人走远了 才悄悄从那处 极为隐蔽的坑洞里出来 银横和薛臣带人在林间一路急行 哪怕竭力逃跑 依旧还是被人追上 侍卫为了掩护银横二人 被人击杀 银横身上也伤得更重 后来天色暗了下来时 阿奈跟他们在林间走散 银横跟薛臣拖着伤势 走了不知道有多远 冷不停一脚踩空 朝着一处伸钩滚了下去 薛臣眼疾手快 抓着银横胳膊 跟着一起摔了下去 第五十一集 那山沟极深 坡面全都是茂盛的藤蔓 两人静止穿过最上面一层 顺着坡上滚了下来 落地时 薛臣将银横护在怀里 重重撞在地上 疼得喉签满是腥田 银横腿断了 疼得闷哼了一声 薛臣眼疾手快地捂住了他的嘴 人呢 刚还看到在这边 快走 不能叫他们好了 那坡顶银有光亮 还能听到有人过来的声音 像是有人朝下打量 薛臣紧紧抱着怀里的人 缩在那树丛阴影之下 有那么一瞬间 连呼吸都停了下来 等过了片刻 头顶那人像是没有察觉什么 火光渐渐地远去 但随着那些人呼喝和脚步声离开 周围按了下来 两人没有敢立刻动弹 彼此靠着 安静地待了很久 直到那些人去而复返 又在周围查看了几次 没有找到人影 然后骂骂咧咧地离开 附近林中彻底地安静下来 两人又过了一会儿 银横才压低了声音 走了 薛臣的手瞬间就垂了下来 两人毫无形象地朝着身后一躺 然后各自捂着伤处疼的吸气 银横说话时 声音有些低 薛臣 你怎么样 我没事 薛臣回了一句 这才摸索着起身 你呢 摔着哪了 银横说 左腿断了 刚才滚下来的时候 他腿撞在了斜坡上凸起的枯木上 腿骨折了 我走不了了 银横说道 陈寅他们应该已经到了京郊了 那些人刚从这边查过离开 估计朝着林子里去了 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 我们先在这里歇一会儿 等着云灾他们带着朗将军过来 除了腿还伤在哪儿了 薛臣打断了银横的话 银横那头沉默了一下 没有 薛臣面色微沉 也没等银横再说话 就静止地靠近 等就着昏暗夜色 就发现银横威犬着身子靠在那里 他瞬间着急 伤在哪儿了 我没事 银横 银横哪怕看不清楚薛臣脸上神色 可听他头一次这般叫着自己的名字 也能听得出他声音里的急怒 见他伸手就想拉自己 他只能说道 肚子疼 是撞到了 不是 不是什么不是啊 都什么时候来逞强 我帮你看看 薛臣 我有孕了 薛臣原本扯着他起身的动作瞬间僵住 银横手中捂着小腹 那里隐隐 那里隐隐 那里隐隐的疼痛叫他有些头晕 他低声朝着身前蹲坐着的人说 这孩子含笑 我怕出事就叫服役瞒着 远远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他吸着气 捂着小腹低声道 他 他怕是抱不住了 薛臣手心一点点收紧 整个灵中静谧的吓人 过了许久 薛臣伸手抓住他胳膊 薛臣 我送你出去 银横看着男人拉着他胳膊蹲在他身前 稍一用力 直接将自己拉到了背上 薛臣背着他时 亮枪了两下才撑着地面起身 而银横感觉身前湿漉漉的 伸手一摸 才发现薛臣后背上全是血 薛臣 你受伤了 快放下来 薛臣根本不听 只背着银横顺着坡道朝上爬 薛臣 薛臣 你想我们一起掉下去摔死 你就继续动 银横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抱着我 我带你上去 银横感觉到撑着他腿上的手松开 薛臣朝上一跃 就抓住了一旁的树根 银横连忙伸手还住了薛臣的脖梗 右脚踩在一旁帮着用力朝上蹬 薛臣抓着藤蔓和树枝朝上爬 手臂上青筋突起 后背伤口撕裂 血染了银横一身 好几次都险些掉下去 又死死抓着藤蔓爬上去 等好不容易背着银横爬上坡顶时 湿血过多让薛臣脑子有些晕 他撑着身旁的树站了很久 久到银横都以为他扛不住了时候 他却是突然伸手挽住银横的腿 背着银横朝外走 银横抚在他肩头 能感觉到他没走一步 后肩都昏应疼痛而绷紧 鼻尖萦绕浓郁的血清气 身前的衣裳被血染湿 哪怕看不到 他也能知道薛臣伤的有多重 你何必为我拼命 我又不喜欢你 我知道 你该找个好人家的姑娘 干什么执拗着我这么个人 我高兴 可我腹中孩子又不是你的 我往后还会有别的孩子 哦 薛臣 银横有些气急 薛臣将他朝上清颠了一下 让他能够更舒服一些 这才辨认了一下 灵中方向继续朝前走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知道你不会为我破例 你累了吗 累了就靠着我睡一会儿 你 银横听他云淡风轻 完全不搭自己的话 气得想要捶他一拳 撬开他脑子里看看 里面装的是什么 薛臣间身后的人气恼没了声音 抿着唇自嘲 他知道自己这般其实挺可笑的 明明遭了拒绝时 就该及时收回感情 该主动退去 保留一下自己的颜面 可他就是不想 以前他总觉得 那些为了情爱痴缠的人 都是傻子 如今见到了才知道 自己也会这么一步可及 可谁让他在书院初见时 那第一眼就沦陷了自己的心呢 若当初能够早早地收回 不再靠近 他或许能够远离 可现在 哪怕不可能 他也不想再有旁人了 云灾带着人返回林中 找到薛臣和银横时 薛臣将背上的人 交给了朗科他们之后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等被人带回去之后 才看到他后背上血肉模糊 那肩甲上一道划伤 几乎能够看到了骨头 别说是云灾他们 就连赶来的燕王和安国公 看到他血淋淋的后背 也都是忍不住动容 永昭公主遇袭 公布郎中薛臣和原府陈寅 险些为人所害 这事情震惊朝野 燕王圣怒之下 将抓住的那些人亲自审过 那身后动手之人 更是没有逃掉一个 有一个算一个的 全都被冤王打得半死 皇帝也是震怒 下旨彻查 而安国公接了薛臣手中的差事 去办屯田改制之事 银横腹中的孩子保住了 那腿也应救得即使没有大碍 反倒是薛臣被带回公主府后 就应失血过多昏迷了整整两日 那后背起了浓症 高热不退 好不容易救回来 却依旧是大病一场 永昭公主府里所有人都知道 是薛臣救了公主母子 恨不得能将最好的都捧到她面前 就连燕王和常乐长公主 也是忍不住生了联系 特别是见过了薛臣 足足病了近两个月之后 整个人都受了一大劫的模样之后 常乐长公主对着 已经有些显怀的银横说 我说你就真的没对薛臣动心 第五十二集 番外篇大结局 银横摸了摸小腹 动了 那你怎么 他有更好的前程 燕王正想说什么狗屁的前程 那薛臣当初背着银横 那不要命的架势 哪像是要前程 不要银横的样子 反正银横后院那么多男人 他就瞧着这个侄女婿还不错 只是他还没有开口 银横就仿佛像是知道 他想说什么 抬眼说道 四叔什么时候给我找四婶 燕王脸一清 说你的事呢 银横扬唇 哼 我有什么事好说的 我有那一院子的男人 有孩子 您呢 一大半年纪都不找个伴 你还真想孤独中了 我倒是不介意给您养老送中 大不了我多生个孩子 过去给您当孙子 可离您养老还有些年头呢 这么长时间 您就不觉得 长夜漫漫被窝太冷 燕王听了无语 长乐掌公主扑哧笑出声来 见燕王气得吹胡子动眼 他也算是看出来 银横不想提薛尘的事情 他时序地没有再去说 免得自个儿回头 也跟燕王似的被对回来 等燕王说了几句气呼呼走了之后 长乐掌公主才挪到银横身边 好奇地摸了摸银横的肚子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不知道 银横见长乐掌公主 目瞪口呆的样子耸了耸肩 我是真不知道 我又不是皇叔 怕后宫里的女人 给他戴了绿帽子 去哪过夜还得留个童侧 我这院子里的男人 甭管是谁留的种 这孩子都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那都是我亲生的 反正都是亲生的 他管孩子爹是谁呢 况且 先前他为着叫薛辰死心 肆意浪荡过好一阵子 那段时间 他几乎在后院所有人那儿都留过夜 谁能知道是哪天下了种啊 银横摸着小腹 说得理所当然 我后院里头那些人呢 的确乖巧 可不代表他们有了孩子之后 还能一直这般下去 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任何人的筹码 他将来姓盈 无论男女都只能是皇室的孩子 他不需要知道生父是谁 长乐掌公主文言倒是理解银横的意思 这孩子是掌兄血脉的传承 而且因为先帝当年留下诏书 必定会入皇室的御谍 跟着赢家的姓 甚至理论上 就连皇位也是有资格继承的 这般情况之下 若是知道生父是谁 难保不会惹出不必要的是非来 最好的情况 便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好 长乐掌公主陪着银横坐了一会儿 就转身离开了 等她走后没有多久 云栽便说 公主 薛大人来了 严横顺着窗帘朝外望去 就瞧见提着石河走过来的薛臣 薛臣消瘦了许多 近来时一眼就瞧见桌上的碗 又在吃凉的 我怕伤了肠胃 严横展颜一笑 你怎么过来了 薛臣走到他身旁坐下 你前几天不是念叨着红豆酥吗 刚好下指路过就买了些回来 银横闻言 看了一眼对面的男人 那公布离卖红豆酥的地方南辕北辙的 这人要得多顺路才能买得回来啊 他瞧着摸着还有些温热的红豆酥 也没有揭穿薛臣的谎言 只咬了一口就说 你大哥他们是不是要回来了 薛臣扬纯 先前本就该回来了 是嫂嫂身子不好 不宜长途跋涉 大哥便又留任了两年 前几天大哥传信回来 说户部已经下了正式的调函 前去接替他的人 这两个月也差不多就到了 到时坐坐交接 年前估计赶不回来了 不过等到开年之后 他就能带着大嫂和玲珑回京了 银横见他心情极好的模样笑道 那到时替我送点酒 去替你大哥他们接风洗尘 薛臣点点头 好 银横咬着红豆酥 见他取出帕子递给自己擦手 他说道 想没想过 你大哥回来后 你怎么跟他说 薛臣停了想 说什么 银横看着他 说您 痴迷本宫美色 自甘堕落的事啊 薛臣笑了笑 不用说 啊 薛臣说道 我早与大哥说过了 银横没有想到 他居然连薛青那边都已经通过气了 他挑了挑眉 薛臣啊 我记得上次占长崩 跟你打过一架吧 他可是指着你的鼻子说 你脑子糊涂 说你连羞耻都不要了 你宁肯让本宫染指 为外人戳着脊梁骨 你说说你啊 年纪轻轻 又长了张这么好看的脸 我听说皇叔有意替你当侍郎 你干什么非得吊死在本宫这棵歪脖子树上啊 所以公主觉得我很好看 薛臣闻言扬唇 银横心想 这是重点吗 虽然他的确很好看就是了 可自己又不是在夸他 我一定好好保护我的脸 公主别担心 薛臣递了一块红豆酥给他 嗯 还吃吗 不吃了 银横恼怒 气都气饱了 这人怎么这么烦啊 银横足月产子 散下一女 小姑娘出生时 皱巴巴红彤彤的 银横嫌弃极了 反倒是薛臣喜欢极了 屋中不透风 银横坐着月子无聊极了 他靠在床上瞧着一旁哄着小家伙的薛臣 你天天都要来瞧一眼 就不嫌腻 不嫌 薛臣柔声道 小郡主很像公主 银横无语 这小小的虽然展开了那么一点 可哪里像是风华绝代的自己了 薛臣逗着小家伙片刻才说 公主替小郡主取名了吗 还没 满月时要宴请宾客 名字还是要早些定下来 公主那边也好上御碟 那你就早些去 薛臣一听愣住 公主 看什么看 你不乐意 那算了 我让四叔来 不要 我乐意的 薛臣反应过来就急声说道 眼角眉梢都站了开来 高高地扬起嘴角 我许 我许 阿娘 我为什么叫袁瑶啊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薛爹爹对我求而不得 就只能给你取名 过过瘾了 薛爹爹 你喜欢阿娘吗 喜欢 有多喜欢呀 很喜欢 很喜欢 一眼万年的沦陷 至死方休的喜欢 哪怕明知求而不得 也只想永远守着它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友 由林声剧方制作 林少侠领衔的古风全谋有声剧 小千岁 到现在为止 也就全部圆满地结束了 这本书呢 也是林少侠接的第二本 不错的剧本的有声剧 第一个呢 是天命为皇 也是一个女瓶的循环 也非常有意思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听一下 另外呢 林少侠还有很多的单美剧 如果大家喜欢单美的话 也可以点一下我的头像 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叫做 纯纯的爱 你们懂的 在这个板块里面 有很多的单美剧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请多多支持一下 林少侠以及林声剧房 好 非常高兴大家可以听完这部小说 那我们下一本书再见